超如暴怒哥,国道车祸不要脏话 这名情绪失控狂飙脏话的暴怒哥 昨天上午开着新买的小货车 在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 而大货车发生擦撞 满载稻谷的大货车车身就这样倾斜 靠在中央分隔岛上 稻谷全倾泄在对象车道 两车驾驶都没有受伤 但小货车驾驶疑似有精神问题 一直不配合警方调查 如了快一个小时 警方最后找来暴怒哥的朋友劝说 他才搭上有人的车送医治疗 大货车驾驶表示 当时看见小货车疑似要停靠路间 结果却突然撞外侧护栏 再往内车车道偏移 瞬间闪避不及才发生车祸 董新闻苗栗报道